今天是纸杯 恩准办这个追思会 如果没有给人是个恩准 我们就没有机会办这个追思会 那请问大家今天来追思 大家有没有很深的感受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久了就忘了老师了 老师在民国67年那一年度 办了非常多场的清修班 那这个清修班的时候呢 因为一年当中办了很多将近十班的清修班 乾坤都有 可是老师都非常记忽 有家庭的徒弟 他说啊 这一年都嘛 我都一直在办这个清修班 一直跟这个清修的徒儿敬略 可是我那些默默在背后知识到场 父子到场的这些成家立业的徒儿 我都没有机会好跟他们见面 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清修班的班员讲 希望你们呢 把为师挂记 所有有家庭没有家庭的这些徒儿 我随时都是爱着他们 想念着他们 虽然我没有办法常常跟徒儿相聚 可是我的心从来没有忘记徒儿 他说希望徒儿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考验磨略都不要忘了为师 因为你忘了为师 为师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老师呢 就在讲 刚刚呢 我们子民工的博语班的 朗诵的那一段 我们修道修心 我们办到进行 这些迅儒呢 就是在清修班 民国六十七年的时候要批的 所以老师就说 我随时都想念徒儿 我随时都关心徒儿 徒儿不要忘了我 这样大家了解吗 那今天呢 我们是后雪是抱着一种 悲喜交加的心情 来回来追师 因为累的是中秋景 大家说团年 我们师祖切式离别 这是北域的部分 喜的就是我们何其荣幸 一万多年来的二文天道 老母慈悲将大 祖师发了红慈大院 师尊师母 这个代替这个天命 还有呢 老前人呢 舍家抛业的 飘扬过来来到台湾 我们才有机会收到 还有要敢跟点师 点开我们生死之门父 我们才如何了悟 原来人生不是这样过而已 我们多么的荣幸 六万年来有道可以求 所以希望说我们大家 借着今天老师追师老师的这个过程 你看老师多么慈悲 批了多么多训 可是呢 我们有没有尝尝去看看 因为老师在秀里面都讲得很潜白 我们修道是修心 因为我们的生死轮回当中 太多的万念重生 我们要不把我们心中的万念重生 把它去除掉 这个必须要借着三宝修辞公屋 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下公屋 才有办法把重念重生 心中六万多年来所潜在我们内心的 这些的重念重生化掉 净化掉 否则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何起荣幸能够守到 而且能够知道三宝修是如何修 修到要如何修 老师说就是要修 把我们这心中的万念重生修完 修除掉 这个才是真的修行 所以希望说 接着今天的追师 他到负责这一次追师的讲师前协们 都非常的用心 那就是一种真心对老师的表白 所以我们来参加的人也是真心 所以才会能够使今天中秋节的日子 回来跟老师相聚 相信老师都是在我们身边 也非常的安慰 但是最重要 我们一定要修成 如果没有修成的话 老母降到 老祖师发誓发红大愿 师尊师母承受这个身朝五度的天命 老千人飘扬过来来到台湾 给老师给开我们的生死门门户 那岂不是枉然吗 是不是 所以在这样的受魔受戀当中 希望大家能多看看老师的信文 你会从中去体悟到 老师是多么的慈悲 我不修是不可以的 对不起天恩师的 这样大家了解吗 希望今天回来的感受 能够恩师的那种恩德慈悲 能够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在受魔受难受讨厌 受因缘果报的 这样一个聊的过程当中 能够不要忘了老师的慈悲 还有老师的词语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非常的感谢点燃师慈悲 还有各位点燃师 讲述了这些恩师的伟大 恩师的牺牲 那我们做土耳的不是听听就好 而不是哭哭就好 也不是感动就好 而是要去行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安慰老师的心 才能够报答师尊师母 为了我们这群弟子的辛苦 还有老祖师的发的宏愿 老母降道的恩德 还有老前人这样牺牲奉献 给人师开我们的生死之门 还有苦婆婆心的成全卧本 所以我觉得 扮这个追思费是很有意义的 不然的话 我们就会见忘 是吗 嘿 那种感恩的心 在内心深处就没有办法扎根 所以感谢点燃师慈悲 恩准开这个追思会 让我们在回顾下恩师注释的时候 那种慈悲 那我们求到开瓦位的时候 恩师那种苦婆婆心的 这样子寻寻善用我们这一群土地 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志修成 这个才能够报答天人使得 这样大家了解吗 也感谢各位前选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尽心尽力的 来扶持这个道场 来跟点燃师负责帮办这个道路 大家功德无量 祝福大家修成正果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